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随着金融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新类型金融机构逐渐在澳门落户 愈加丰富本地的金融业态 持续优化金融市场环境 是在1993年颁布的 所以实施了也有30年这么久 主要修改的内容 其实我们想达到四个目标 我们想优化我们的金融牌照的制度 在金融牌照制度方面 我们其实在银行方面 我们引入了有限制业务的银行牌照 同时我们也增加其他金融机构的牌照里面 其实我们是想增加我们的牌照制度的灵活性 配合我们现在的新金融业态的发展 预留多些空间 将来可能有些新型的金融机构 落户澳门 也有另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在金融科技上设立了一个 叫做临时许可的制度 即是让一些符合资格的实体 或者金融机构 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 在一些特定的范围和条件之下 去试行一些新的金融科技的项目 其实是促进我们的科技 可以应用在我们金融业的发展上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们其实是完善我们的监管要求 加强和国际监管标准接轨 另外我们也提升了金融机构 管理的机关和监察机关的适当资格的要求和责任 从而可以加强他们的有效管治 第三方面 其实我们是简化了一些行政程序上的步骤 尤其是债券公开发行方面 刚刚还是现在用的金融体系法律制度 债券公开发行的时候 我们是要做一个审批的机制 将来这个新法实施之后 我们就会采用一个注册的机制 我们是想提升债券发行的效率 最后一方面 其实我们是加强对一些非法金融活动的处罰 我们会提高 譬如未经许可接受存款 或者其他应上犯款项的罪的刑罰 亦都增设了罰人的刑事责任 近年金管局加快推进各项立法修法工作 政府向金融业界进行了多次咨询 并举办了不同的说明会 让业界充分了解今次的修改内容 有关金融法制度的修改 首先它就是要保护投机者或者传媒 这个我们在发展金融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基础 第二个就是也是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一些监管 甚至对它内部的一些自理架构 有了与国际的标准的对接 还有监管部门它的权限 这方面都是比以前人有所预承 这个我想也是重要的 也是令到整个金融机构的运作 是让人会和国际接规 第三方面也是方便了金融机构 就是会创建了比较大的空间 让金融机构去发展业务 这次即使是对银行来说 它都分了是有限制业务银行 和没有限制业务银行 第二个它是对那个 因为它的债券发行 其实放在金融法制度里面 之前的债券发行是有一个審批制 今次的法律体制度 就将这个改成是国际比较通用的注册制 所以这方面来说 但是又会提高了这个法债的时效 其实这是对国方有利 这个法律体制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将创人引入了金融监管砂盒 今次的金融体制法制度 收购引入了这个制度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可能就对我们今后的金融科技的创新的推出 应该有非常大的帮助 最近落户澳门市场的敌贯通 正正因为澳门金融法律制度的优势和弹性 而选择澳门市场 也都看好澳门现代金融业发展前景 那敌贯通之所以选择澳门 就是说因为澳门的现代金融的法律体系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这是其他的地区没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在我们澳门的这个金融体系里面 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定 就是说是金融机构 除了银行啊保险啊 等传统的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之外呢 还有个叫做其他金融机构 好处就是说给我们整个这个进澳门的现代金融的创新 留下了一个很很好的一个空间 对于创新的东西 你像敌贯通这样的一些非常创新的一些新的一些金融一些模式 你在一个完全传统的一个完备的体系里面 你很难找到一个可适应它的一个监管的制度 所以这就是说澳门的金融的法律制度 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特色 发牌方面的其他金融机构这个安排 这是澳门比香港或其他地方更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张高波指出澳门发展现代金融视野必须要开放 而且要思考怎样通过澳门将中国和世界的资金 以及投资机会连接起来 能够将连接配放在澳门 澳门就可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